好 謝謝主席 主席有個不情之請程序問題 上次你用我的時間處理程序問題 所以我想在我質詢之前拜託主席才是 委員提問的時候呢 官員不可以干擾 提問的時候拜託官員不可以同時干擾 好不好可以嗎 那個跟李委員報告 你只要請主席才是叫他不要講話 我知道上次你有但是時間沒有暫停 我也會事先宣布 你現在拜託先宣布 期待提問的時候不可以干擾 主席在這裡宣告 待會如果李委員沒有請我們的行政院各部會官員回答的時候 大家就請不要講話 這個是李委員的權利 好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麻煩請院長 議部部長國發會公主委 最後 議部長國發會公主委 最後三分鐘的時候再拜託 農業部部長以及公平會主委上台 好 待會最後三分鐘請兩位部長注意 好 三位好 三位好 呃 院長您知道這個灰犀牛跟黑天鵝的差異性嗎 對不對 對 那你也知道就是說一個好的領導者呢 你必須要借盡這個灰犀牛的這個經驗 然後你才能夠及時的因應 這個你也認同嘛對不對 絕對不可以視而不見 但是你也承諾你絕對不會對於灰犀牛視而不見嘛 對不對 很好非常好 那我們就來談一下齁 你知道這個我們現在我們所面臨的灰犀牛有哪些嗎 我們現在面臨到的灰犀牛我相信 呃 俄乌戰爭是一個可能的危機 還有這一個 呃 所謂的 我們 呃 戰爭齁 另外以色列的戰爭也是一個可能的危機 然後 呃 再來呢就是 我們整個 呃 全世界齁 大家 相當在各個行業上齁 呃 有所謂的科技的競爭齁 那這些科技的競爭齁 呃 呃 我們需要來提高警覺 好 謝謝院長齁 其實還不錯啦 呃 就是以你的這個背景能夠回答這樣不錯呢 您有從國際的這個角度上面來看很好 但是與此同時呢 其實我們國內也有些問題齁 部長我跟妳 呃 院長我跟妳報告齁 就是說 其實你一輸入齁 你你讓你的幕僚人員一輸入這個 呃 這個 呃 第一個 當然就是跟中美之間的 不管是它的 科技戰也好 貿易戰也好 然後甚至於我們講說這個呃 這個 這個支援戰 也就是說西土的部分 這些其實都是跟中美的爭霸戰其實相關的 另外一端呢 當然就是因為現在的這個 這個俄武戰爭也好 或者是東東的危機 沒錯 這個地方其實院長剛剛打得非常好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也要看一下我們國內 國內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這個人口老化的這個問題 沒有解決對不對 然後另外 除了人口老化之外呢 你會發現 因為現在從全球的這個供應鏈的這個作業的方式 現在轉到區域的這個經濟鏈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產業鏈的重組 在這個重組之下呢 因為它是區域經濟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加入那個經濟體的話 那你就會產生危機 再加上什麼院長 氣候變遷啊 碳稅的課增啊 這些東西對於我們產業來講呢 全部都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這個院長您同意嗎 我同意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院長您了解灰犀牛也了解黑天鵝嗎 黑天鵝的東西你很難預期 但是灰犀牛的東西既然你知道 而且剛才院長答得非常好 對不對 你既然知道答得非常好 你也答應說你不視而不見 那你解決它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你要事前的預防嘛 第二個就是說你事後的因應嘛 然後你要讓資訊透明 老百姓才看得見 老百姓才知道 老百姓也才知道你做事嘛 對不對院長 好 那我就請問了 你事前的預防動作做了什麼 那個部長可以或主委可以代打沒有關係 我請他們上來就是 他們可以支援你的 我想就 這一個部分我請那個部長會 您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至少對我們國內來講 這個供應鏈重組這個部分 事前的預防 跟事後的因應 我講供應鏈重組這件事情嘛 所以我們就是為什麼要 跟台商重新啟動這個新南向 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撈到叫民間做 你既然提到的新南向 我就讓你看一下新南向的數據 剛才邱委員在質詢你的時候 你義正延遲的講 不是你啦 是那個王部長 義正延遲的講說 新南向的部分 我們將來新南向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好啊 可是我們看一下實際上面的情形 我都幫你整理了啦 你從105年的 原來新南向是21.2% 到現在 112年現在只有1月到9月而已嘛 你是變成20.9% 你在109年110年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下降的 所以你的新南向的政策 你的口號講得非常好 可是你的執行的成效非常差 那我們看一下中國大陸 因為你是抗中保台嘛 對不對 你的保台 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有意見啊 那你的抗中 你造成的一個結果呢 你現在是要對它的依賴性要降低 其實我相信也沒有人反對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務實的去看 你從105年到111年的部分 你從40%減到38.8% OK 然後但是你看到109年到110年部分 其實你是往上升的 那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們知道美國禁運的關係 所以對岸呢 預先訂了很多的這個IC的產品 但我要請教的是說 你今天你的規劃 是要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呢 你要把它移到別的國家去 我第一個問題請教你的 你要把對中國大陸出口 你要砍到多少數字 現在的百分比 是40.1到38.8 你要把它砍到多少百分比 這個部分我們請進行 我們不是說要去砍 沒有關係 不要用形容詞 好不好 我們很務實 我想分散 分散多少百分比 分散 我們沒有在現在去定一個 什麼叫做分散的目標 你一定要啊 你會有KPI的指數 但是委員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直接出口到東南亞國家 或者美國歐洲日本呢 都在成長 那委員這個數據都是客觀的數據 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通常我們的KPI 因為我先把我的題目問完 你會很容易回答 其實你只要聽題目 你會很容易回答 你想想看 你一定是定一個目標嘛 你不能夠把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企業呢 你完全為了你的政治掛帥 通通不理它 不可以嘛 因為老百姓今天的低薪問題很嚴重嘛 TSMC到美國創造了一千多個高薪的就業機會 不是一般而已喔 我們不是講operator喔 一千多個就業高薪的就業機會 這個東西如果留在台灣有多好 對不對 而且它還是一個系統 那你今天要去新南向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你把市場做大把餅做大好事 但問題是說 如果你不是 你就算餅不要做大 你要把東挪到西 也OK 你的規劃 你執政團隊的規劃 我們尊重 但問題是說 你要務實啊 今天我為什麼問說 你中國大陸 你期許你要把它的比例降到多少 你要有規劃呀 我們剛才才提到灰犀牛黑天鵝 我覺得在質詢台上 其實基本上來講 這個不應該講的 為什麼呢 又不是在上課 對不對 所以你本來就應該知道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擔心你不知道 所以先講了 你今天要把它挪到 不管是東南亞地區 或者是任何的國家 OK的 但問題你要務實嘛 務實就是說 你設定一個 你希望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的部分 降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你這個百分比 你有沒有本事把它挪到其他地方 我是幫你統計的 你看到你現在所有的 對於各個國家的部分 你的經濟成長率 你對於中國大陸的部分 對於新南向的部分 對於美國 對於日本 對於歐洲部分 我都幫你列出來 這不是我的數字啊 這個是你行政單位的數字啊 所以部長 您就很務實地說一下 不要拖時間 拖時間沒什麼大意思了 你就很務實地講 你希望中國大陸變成多少 也不要講坎 中國大陸變成多少 然後這些多少的比例 你是可以移到哪個國家 因為我覺得這個才務實嘛 你們執政這麼久了 今天老百姓 為什麼心痛的一個原因呢 是你把細頓肢解啦 那你細頓肢解 你好歹有一個新的產業進來嘛 然後你就是用一些話術講說 啊沒有關係 我把它移到哪裡 對啊 今天就告訴你 你就很清楚 明白的講清楚 你移到哪裡 多少比例 這樣子民間才可以告訴你 我們也要跟著你的政策 去加油 不是這樣子嗎 第一點齁 講細頓肢解 講台積電區 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我現在要回答 所以我要回答 你要按照我的順序啊 我現在問你的順序 是從 你要把中國大陸的出口 你要減到多少比例嘛 我問你說細頓肢解的部分 那是最後面 你可以回答 我會讓你回答 沒問題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講 你現在出口的部分 你要把它減到多少比例 出口的部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的策略 那這個部分不是政府 這個是民間企業的投資的轉向 不是政府說你今天轉一 今天轉二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跟企業來合作的問題 所以是民間企業的錯誤 民間企業的錯誤 你應該要講說 你政府設定一個目標之後 你要民間企業跟著 你民間企業會反應 民間企業要分散的時候 我們會協助民間企業 在其他國家的合作的時候 這不難道是你政府的一個責任 怎麼全部 你知道院長我跟你報告 我那天在財委會啊 質詢的時候 我真的很痛心 為什麼呢 那時候講說啊 民眾低心的問題 你知道院長他們 你的這個內閣閣員 是要怎麼樣處理嗎 找企業家喝咖啡 你可以想見嗎 今天所有的事情 是叫企業家 叫老百姓 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在聽的時候很痛心 你現在所有的事情 不難道是你政府 一個很務實的一個政策出來 然後民間全心 共同協力的 去把這個任務達成 可是你的目標要精準 你的目標要明確 人家才有辦法做啊 你不能夠天天畫一個大餅 然後什麼東西 講院長你同意嗎 就是可不可以一個很務實的 你現在告訴民間 你希望出口大陸 希望民間企業 不要把產品出口到大陸 你的政策是這樣子 沒有關係 你講出來 你的百分比是多少 民眾去努力嘛 我想政府是很務實的 希望能夠分上 沒有務實嘛 你連百分比 相關的市場 但是呢 政府努力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要來讓民間的企業 有他自主的這一個 經營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透過這樣的策略 從這一個上面的圖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不斷的我們看到 對中國的出口比重呢 已經慢慢的移向西南向國家 美國 日本跟澳洲 沒有嗎 有嗎 前面 前一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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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跟你看 你看一百一十一年的時候 南向國家增加 美國增加 日本增加 而且對歐洲 你看齁 院長 真的 這是你的表 對 你去看 南向原來是21.2% 一百零五年的時候是 一百零五年的時候是 二十一點二% 但是南向的這一個部分 shift到不同的國家 你有沒有把中國 我現在的問題其實是說 你要把中國大陸 減掉多少% 你減了多少%之後 那個%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多少% 不是 你有個目標嘛 對不對 院長 你有個目標之後 民間才能講說 好 那我要轉向的時候 民間配合你 院長 我跟你講齁 高科技產業尤其 它不是就是說買賣一般的 我去買個牙膏 或去買個 它不是這樣子的 它的產品是要經過客戶 去qualify的 去驗證合格 才賣得出去 那是需要時間的 它不是說 你隨便要換就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每次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不願意討論問題 因為我剛剛前面講 三分鐘 拜託公平會 還有農業部上來 他們也不上來 院長你看看你的格園 兩位還是留步 好不好 兩位還是留步 兩位還是留步 那那個院長 前兩天的時候 審計部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他講說 他從來查的部分 從來沒有說 有沒有合約辦事的 你的五加二的部分 我跟院長保管 因為只剩下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你的五加二的部分 智慧機械 剛才部長在回答 其他人的時候已經講了 智慧機械的部分 會受到ECFA宗旨 機械業 受的慘重 然後你的生意的部分 我們看到目前 就是高端 弊案連連 然後我們看到 你的這個什麼 新農業的部分 超私 然後最離譜我跟院長報告 就是審計部講說 從來他在查證決算的時候 從來沒有合約 可以有交易的 可是農業部講說 他們除了三家公告的合約之外 其他的都沒有合約 然後呢 我們在講說 這個循環經濟 你的五加二裡面 全部都是弊案 循環經濟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雲報 那剛才我不知道 王部長 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我都還沒有講 更難聽的 更難聽的時候 今天我們的企業 多可憐啊 除了要處理 自己企業的事情之外 還要幫你去招待 這個解決你的 這個國際的問題 TSMC 還必須要當成你的外交的手段 然後去移 把這個場移到 我們講說 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日本也好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院長 因為時間到 我在最後面請教的就是 這個公平會的這個 這個主委啊 現在推出來的台灣台灣QR Code啊 有沒有聯合的行為啊 有沒有符合公平法上面的聯合行為啊 那個TWQR其實就是解決 有沒有違反 有沒有違反 還沒有涉及到跟消費者收費 好 就是各家店家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有的其他的水平的產業 他們可以整合之後 然後呢就可以 就是對消費者一致 我現在只是請教你 我沒說他有啊 對不對 你有內部有討論過 他有他這個做法 有沒有違反 公平法上面的聯合行為 這部分我們有討論過 有討論過 有討論過 然後也公平會是告訴了他們說 他是合法的行為 你現在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面板業 為什麼面板業的這個情況呢 就我們一個產業賠了那麼多呢 只是掃碼共通還沒有設 各家銀行